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在多指点系统里头 这个指点之间除了有水平方向的相对运动之外 这边特别指示有牵直方向的相对运动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去分析它的动量 首先我们这边会看到两题 我们先看第一题的情况是一个在斜面上面 那这斜面上面有个小质量m 然后 整个斜面的质量是大m 然后底边长是l 琴角散七度 这个三角形的上面 跟它的底部的水平面都是光滑的 上面放了一个 体积可呼吹质量为小m的物体 在任何摩擦力都不济的情况之下 如果小物体滑到三角形底部的时候 那对桌面而言 其实基本上对桌面而言就是对 惯性坐标而言 就是对地而言 下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斜面的位移量值为何 第二个问题是两个共同执行的位移量值为何 为了方便等回的讨论 我们把向左为正向下为正 那 我们说 第一个就是斜面我们把它标为1 小物体我们把它标为2 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图示 就是当它小m往左下滑的时候 因为大m跟小m之间会有正向力 因此他们会有相互的推积 使大m会往右边退 好那因为 大m它其实就是放在 光滑的平面上 因此这个 大m基本上不会有 牵直方向的位移 它没有办法在牵直方向有位移 好 那所以往下滑的时候 小m 它是从斜面顶跑到斜面顶 因此它相对于 大m 它有一个 往左 往下的 相对位移 好那我们把它分成两个互相垂直方向来分析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表 就对于小m跟大m的相对 运动来看 小m在x方向上移动的是L 然后在y方向移动的是根据这个三角形的 边角关系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 往下移动的大小是三四分之三L 好这是他们两者之间的相对位移 好可是如果你考虑到我们之前谈过的 就是对地面 也就是对桌面 小m其实并没有动那么多 实际上它对于桌面而言它其实动的 如果它是质量小的它应该动得多 好那根据我们之前的规则它会是在种质量里面 它动的比较多所以是大m加小m分之大m 然后乘上L 这样的比例 好那对于大m来说呢 它其实对地的位移会 如果它是比较笨重的 它就会动的比较少 因此它的比例会是 大m加小m分之小m 然后乘上L 但是因为它的方向会相反 所以如果你考虑方向的话 我们把它写上一个负号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都是对桌面或对地面而言 就是 小m其实对 这个惯性坐标来说 它确实在千词方向上 是往下掉了四分之三L 好那对大m来说刚才已经说过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有千词方向的位移的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 大m跟小m相对的位移 会等于后面这两个数值相加 数值我们是说就数值而言 跟我们之前谈过的例题是类似的情况 那我们回到题目所问的 第一个 斜面的位移量值 为何 好那斜面事实上 我们主要是看这个 我们还是把它看得比较通常一点 所以我们对它的位移写上 DELTA R 那它可能会有来自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在X 方向 一个是Y 方向 好那你会发现 它在Y 方向是不能动的 好因此它其实就只有X 方向的位移 而且这个方向是向后 就是向右边 接下来第二小题问你说那两者共同的 直星位移 那直星的位移也是一样把它拆成两个方向来想 好那首先第1个方向是在X 方向 那直星 因为这个系统 他应该是遵守 牛顿第1运动定律 在水平方向上不受任何外力 因此维持近者很近的状态 所以他的 DELTA X 就是直星的 在水平方向的位移应该是0 但在Y 方向上 我们来看一下 左下角这个 这个式子 我们之前有学过就是 Y 方向的直星坐标 可以是Sigma m 分之Sigma m i Y i 那如果 这些组成的指点之中 有任何的 一个东西或多个东西他的 位置产生的变化 才会使他连带使他的直星的位置也产生变化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他的 位移量值 那么 在Y 方向上我们需要考虑的只是 其中 Y 方向有位移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Y 方向有位移的基本上就只有小m 所以小m在Y 方向是移动了 四分之三L 好 那我们必须要乘上他的质量就是 小m的质量 所以这个是他在Y 方向上的位移 那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就跟之前在X 方向上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 如果是在X 方向上的话是 他是重的那个 他会动的少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 跟质量是反比的 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是考虑在Y 方向的情况 这个形式会是有动的那个 才会使他 直心的Y 方向有位移 所以呢 主要我们要乘上去的是真正有在动的那个 所以最后 整个直心的位移应该是采用一个比较普遍的表达方式 我们写Delta R 那他应该包含了X 方向跟Y 方向 那X 方向是零 所以Y 方向 所以在Y 方向的位移就可以表达成这个形式 然后整个方向是向下 这是关于如果 有牵直方向的相对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讨论方式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这是 95 年直考的考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的描述 好如右下角这个图所示 有一个质量为大M的 均匀的方形盒子 静置于光滑的水平面上 它的顶部 的正中央是标为A点 那这个地方用长度5公分的细绳 悬掉一个质量是他三分之一倍的小指点 刚开始的时候该指点是静矩 跟绳子 和牵直线的夹角是三七度 A点在X 方向上的 坐标取为圆点 所以它的投影方向我们把它表示成O 那向右为 X 轴的正向 好 然后重力加速度如果是每秒每秒10公尺的话 然后告诉你这个三角函数 对静止于地面的观察者 就是惯性坐标中的观察者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是 题目 首先我们就先看A选项 它说系统的动量守恒吗 那我们知道系统基本上它的 因为这里已经牵扯到两个方向的动量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分开来 去描述 首先它的X 方向动量 因为它 都是 光滑的 这些 没有任何阻力 所以 X 方向基本上是没有外力的 因此它 这个动量是0 没有错 可是Y 方向它基本上是受重力 所以小M 才会往下摆 所以这个是不为0 因此整体而言 它的动量是不守恒的 这需要考虑到两个方向 要特别注意不要被骗到了 B 选项整个系统的执行位置固定吗 同样跟刚才 A 选项是一样的 就是你需要考虑到两个方位 这个两个方位 一个是 X 方向 我们说它没有受到外力 应该遵守牛顿定运动定律近者恒进 因此 X 方向的执行位置是不变的 但是 Y 方向 不要忘记 刚才有描述到这个小球 它其实会 往下掉 那往下掉 其实它的 Y 方向就有一个 位置的变化 因此整体来说它执行的位置也不会 固定 C 选项它说 如果它问的是 整个系统在 X 方向的执行坐标 有没有固定 好 这个我们就可以去算了 就是它只为 X 方向 所以我们就只算 X 方向的 根据 X 方向的执行公式 是 如下面 那它是 Sigma M 分之 Sigma Mi Xi 这个都是向量的加总 总值量会是大 M 加上三分之 M 然后 对于大 M 该我们设定它的 中心点是位在坐标原点的地方 这是 X 等于 0 的地方 所以这项就是 0 但是对于往右边为正的话 那么一开始小 M 的位置它是落在 根据 这个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它应该是在三公分的地方 但是它是在 原点的左边 所以它应该是-3 然后你去计算一下 它是 0.75 公分没有错 但是它是在负的这个位置 所以 C 选项是正确的 在珠选项之后它是要你开始让它动 所以呢 我们可以预测就是小 M 其实往下掉到这个 最低点的时候 相对于这个盒子里面的这个观察者来说 就是等于是 在相对坐标里面的这个观察者 B 来说 大家都是位在它的 就是 正中间这个盒子的正中间 所以我们也要把它的 位置标出来 我们只看它 S 方向的投影好了 这个情况会比较清楚 假设我们以 M 来做描述 小 M 来做描述 那 假设它在左边最高的是 地方我们把它称为叫左端点 它摆下来之后 它其实在这个 B 的观点来看 它会在 盒子的正中间 所以 我们用绿色来代表大 M 箱子 然后用灰色来代表小 M 球 那它们应该都是 落在直星的位置 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说过整个 S 方向的直星是不动的 再来就是 这个 小球会继续往右边摆 那如果它在最低点的时候速度我们把它称为叫 V 好了 因为这 猪选 第一选项它要我们算出来 在最低点的速度我们把它写叫 V 那这个时候它往 再继续往右边摆档上去的时候 它会摆到 所谓的 右端点 那这个时候 因为直星不能动 所以大箱子也要 再往左边摆 这样子他们最后整合起来 它的位置才会 使它 留在原来的这个直星不动的这个地方 所以 你可以想象它基本上 有一种敏锐度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减血运动 那对于大盒子来说 它是 先从 右端点 摆到 中间 然后再摆到它的左端点 但对于小 M 来说它会先从左端点 摆到 中间 再摆到右端点 那现在我们画面中所呈现的就是一个半周期的状态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一选项我们还是先把它看完好了 就是当小 M 摆到右边最高点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出来它其实应该是 对称的状态 所以它 在这个 相对坐标中 它的位移应该是 三公分的两倍 就是六公分 这边是六公分 但是小 M 相对于大 M 那这个时候大 M 它的 位移 就是对桌面或对地的位移 可以根据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规则 就是总值量分支 因为它重的所以它就要动得少 那你移把它乘出来之后 如果小球是往右 那么这个箱子就会往左 那算出来结果就会是1.5公分 那这个所以 E 选项是正确的 就是小 M 往右动的时候 到最高点 大 M 它会向左边移到 1.5公分的地方 那我们回来看一下猪选项 猪选项是 考虑到有关能量的问题 那因为它这个过程中 所有阻力都忽略不计 然后绳子上面虽然有张力 可是它其实是不做工的 因此 整个系统应该是遵守力学能守恒 那再加上这个系统 它在 S 方向应该是动量守恒的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两个原则 去列出两个式子 那第一个式子 就是关于力学能守恒的部分 它是重力位能转成 这两个 一个小球往右的动能 那同时 这个 箱子就会往左边 假设它的速度就是 大 M V 大 M 所以它动能就会是二分子MV 平方 那接下来第二个就是 动量守恒的情况 那它一开始的时候两个都是静止的 所以我们就说它 它总系统动量应该是零 那我们就直接写成它两个动量在 之后都有动量 但是全部加起来要等于零 那你知道其实 我们设定 小球往右摆的速度是正 所以你可以算出来最后 箱子往左动的速率 是三分之V 但是它方向是 负的 那你把这个带进到前面的 这个大 M V 的地方 如果我们要把数据带进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些地方要 稍微小心一点 首先就是我们 知道这个小 M 的重力位能 转成两份动能 那其中重力位能掉下来的距离 如果摆长是 5公分的话 那根据这个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我们会知道它事实上只掉下来一公分 所以等一下我们带进来的这个 Mgh 其中 M 的部分是三分之m 那g 题目刚才说是要带每秒没有10公尺 那h 的地方 你要记得把它变成是0.01公尺 然后转成了小 M 的动能 跟箱子的动能 经过一项计算之后 你就会得到这个最后的速度 小球掉下来的速度应该会是 每秒0.39公尺 这是我们用SI 单位带出来的 那如果你要把它写成公分的话 他应该会是39公分每秒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 第四个选项中 他的这个答案会是错的 他基本上应该是在考验你 有没有用对正确的单位换算 那这是这一题 他是主理有关于 单摆的问题 加上动量守恒 加上总力悬能守恒 所以这个举考题 是整合了至少三种以上的观念 这也是我们 在这里 要处理 签值 有相对运动的 第 事后他的动量守恒的分析 优优独播破坞 Lightning